雖然中秋節的腳步越來越近 台南市政府也尖對著環境人條 來作出風業的相關措施 衛生局會在既定的衛生所 來提供免費快篩試劑 給我17號至20號這段期間 對三百地區有特循回台南的民眾 拼命說出現難以控制的疫情 中秋節連跟阿嬤相對要來講 台南市有夠有兩萬人的環境條 市府為了拼命出現疫情破口 現在主動提供免費的快篩試劑 給民眾 現在是九月十七號到二十號 對新北和台北一起討論回來的市民 都可以全公指定的衛生所領處 那這邊提到9月17號到9月20號 自雙北桃園返家的這個台南市民 沒有症狀者可免費來索取家用快篩試劑 那我們符合對象是中秋連假 17到20號自雙北桃園返回台南的本市市民 然後請攜帶身分證 然後9月17號到9月20號的車票憑證 請於9月17號上午8點半到中午12點 9月17到20這些的上午到本市的五區衛生所 因為有假日所以我們也協調這五區衛生所 同仁假日加班來為各位服務 包含的東區衛生所 永康區衛生所 麻豆區衛生所 龜仁區衛生所 五區的衛生所 寧於9月17到20號上午8點半到中午12點 可以到這邊去索取免費的家用快篩試劑 日前9月台灣的BNT疫苗將會占對學生作困的攝影 市長的委員會也許來學生可以擁有這整疫苗 提升好方的方向我們 即將開始在學校施打疫苗了 那請各位市民朋友們 如果家中有12歲以上18歲以下 12到17歲的孩子在念書的子弟 在念書的 那可以趕快去把這個同意書 意願書填寫完成 請孩子請你家子弟再送回給老師 那學校會統計要施打的這個部分 來進行這個施打 委員會提出 如果回來台南民眾使用快篩或是榮勝 要聯絡委員會安排就醫 記者郭博毅 請政府蔡翁伯德